歡迎光臨 江醫師 是 你會給自己當機一次買嗎 你說家屬如果說請一個那個 當機啊 對 就要看治療路線 像那個陳志堅老師 他這樣的一個案例 顯然是他家屬的方向 治療方向已經交代得很明確 就是就是尊重他 讓他有個完整的一個 尊重誰 尊重病人 病人都已經知道了 沒關係 就是家屬的意見 就是家屬的意向 其實也是比較明確 傾向就是說不要再做太多 那種低價值或無效的醫療 那這時候其實就是 如果說這個家庭 他我們說像說全人醫療 全人就是全家庭 然後這家庭他之後想要什麼 你就盡量去給他這樣子 真的嗎 對啊 所以我們最近講的 沒這樣好嗎 江醫師 我們家已經就昏迷了 可以讓他喝水嗎 你要喝嗎 OK啊 可以啊 可以喔 可以啊 可以啊 假如說不會影響到其他別人 那個都OK 那我們現在就是最近不是講安寧病房 安寧病房的配置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說就是那個 醫師很有愛心啊 護理師啊 然後可能再多個心理師對不對 對 瞭解病人心理的需求 其實就是為了說能夠滿足那些病人家庭 他很多東西我們科學沒辦法解釋 比方說我們有些宗教信仰的信徒 可能他我們沒辦法解釋說他死後 那可能會面對一些什麼 對 所以說我們的安寧團隊都會有那種宗教師啊 包含說那些那個像台大的安寧病房 就是請那個法古山一起來合作 這是佛教的部分 那宗教師就別人說什麼 宗教師喔 就是在講那個什麼 那個靈的需求啊 那可能就是每一個信徒喔 那你不好好聽過嗎 其實他們都比較關起來講 不過這個沒有關係 就是說他們都是基本上 都是在講 都在講解說 就是銜接的過程 就是說死後的世界 或者是說他們生前看 可能有一些擔憂 有些可能心裡還沒有過去的那種砍 那讓那些師傅稍微了解一下 那或者是說有些是 我有個朋友 他要走的時候 他很年輕嘛 得到癌症 賺很多錢 對 然後他就買了很多跑車 那其中有一輛他最愛的 是 他一直跟他太太說 你帶車賣賣 有掛愛 有掛愛 那人要走了竟然 在乎的是那輛車不要賣 宗教師會跟他說 車乃身外之物 那個會一起聽 那個絕對沒有問題 其實病人或是說整個家庭 然後講什麼東西 不要說什麼 最後一刻 那男朋友就是不要來見他 怎麼辦 那我和我的那個 女生喔 女生 對啊 很年輕 可是就是癌症末期 那我跟我的前男友 下輩子還會不會再相見 這個我們要怎麼回答 後來就是交給那個 宗教師 宗教師說 三有三報 二有二報 他不來就是會有二報 不是不報 時候未到 他會跟他說 他是你前輩子冤親債主 他現在還完 你下輩子不再還債了 你要去找更好的男人 不可憐 宗教師都跟上 宗教師其實最主要是 做一個心靈的醫界 因為有些人如果沒有信仰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知道說 那到底死亡之後的世界是什麼 所以有時候 恐懼喔 對 他會恐懼 因為我覺得人最大的恐懼 其實是不知 不知道到底要面對什麼 所以有些人甚至是到了 安寧病房才受洗或什麼 就是他最後才去選擇信仰 因為他會讓他知道說 比如說你今天可能是選擇 不論是基督教或什麼叫 他讓你知道說 那你接下來 那接下來死後的世界 可能是什麼 你會有依托你會知道 我可以去哪裡 就是你不害怕 他就會讓你覺得我放心的 去到天家 會有人接應你 王醫師 你們的安寧病房都如何對待 讓病人安心的走 大概就跟江醫師講的類似 就是會遵照他的需要 但是現在就是像這種宗教 什麼都醫院會比較重視 連那個以前沒有那麼注意 後來我發現電梯一樓就會寫 你要有佛教的 有天主教都會有 都會特別標誌 甚至說告訴他 可以去慰藉這種東西 以前就是不會去想像 這樣有這樣子的東西 他就是那個門口就會可以標示 各個不同宗教 對啊 所以各種文化 我覺得他們需要的是 那種寄託 因為其實躺在裡面的病人 不是插管 他已經沒什麼太大的醫院 你知道有一天你百年之後 會去哪裡嗎 不曉得 你也不曉得對不對 對啊 都不知道 那你會選什麼宗教 我現在沒有特別信仰 哪一類的宗教 比較偏佛教 不過基本上 在臨床經驗裡面 很多真的就是看說 每一家醫院它的特色是什麼 那就有些醫院可能就是 那個師父的配置比較多 然後就是比較多的病人 可能原本沒有信仰 最後就是說 為了能夠解決他心理的續權 然後就是歸醫佛門 這種情況就比較 有些醫院可能就基督教 做為主導 我們雖然你比較年輕 但我們每個人都會百年 對 那如果你在最後的階段 你會想要在醫院這個 就是走完你的人生還是要回家 當然是要回家 為什麼 醫院才有那麼多設備 才有宗教師 有安寧病房 那大家可能對於說安寧病房 的觀念可能是不太對 安寧病房其實它是一個 急性的單位 幫你做急性的處理 通常就是說 因為有些東西在家裡 你可能已經家屬看得很慌了 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才到安寧病房做一個調整 甚至說安寧病房住兩週 都只是為了那個溝通時間的成本 講好了 然後家庭的決定意向清楚了 然後再把它給出院 所以安寧病房是可以出院的 那你為什麼走的時候想要回家 當然了 回家我才熟悉 如果想像我是一個 差不多年過半 甚至就是一個六七十歲 八九十歲的老人家好了 我當然會希望我身邊是一個 很熟悉的環境 有我想要看到的 我養的小黃 然後那個我的老伴在我身邊 然後可能我喜歡的家具 白色等等 我不會喜歡那種醫院的 老伴那時候搞不好跟人家走了 老伴 沒有關係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 對 那重點是說 就是說家裡的那種熟悉感 跟我的那種心理上面的那種 互相影響是比較重要 有時候醫院他們會比較緊張 然後而且那種不熟悉感 可能會造成我的病情變得比較嚴重 就是家庫病房 尤其是那是你最熟悉的地方 你就在醫院服務呢 服務一輩子你還不熟悉 我不會喜歡 沒有啦 對 因為那個應該是 應該是這樣講 如果說是在醫院裡面 因為常常就是那種 每次床位也都不太一樣 有時候可能在家庫病房 那現在我們說有ICU syndrome 就是說那個家庫病房症候診 那個是最經典 就是說在早期 比較不那麼人道的時候 你就想想看 你住在家庫病房裡面 身邊都是那種 以前那邊啪啪啪啪叫 我們醫生聽說煩死了 很光是病人 而且那病人是24小時 而且那時候 醫院都不會有什麼智慧燈 不會說 不會說有那種日夜的調節 你就想想看 你就躺在這個攝影棚 而且是24小時這樣子給你照 你也不知道外面太陽是升起來 還是升起來是月亮 那你 那會瘋掉 那你走了以後 還會回來醫院尋訪嗎 我是聽說很多關於醫院的一些故事 是病人會回來遊蕩 但有些是比較是那個 無家可歸的那種 比較沒有家庭的病人 遊民 遊民會在醫院 可是我從來沒有聽過說 醫師的靈魂 病人會回來醫院 走走 然後醫師不會回來巡訪 好像不會 我從來沒有聽過 學長有聽過嗎 沒有 這四人聽到要死了 你還回來了 那為什麼那些遊民會回來 沒收 沒收再去 對啊 沒地方去 來 我們先休息 有冷氣吹